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和观众早晨 今天是7月19日 今天似乎天气好点 1月26度相对湿度98% 今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 今天不过也有几阵阴的骤雨 最高氣溫大概30度 今天天氣好像好一點 但早兩天天氣相當差 特別是昨天一天發了三次黃雨 一次是早上8時多 下午4時多 另外晚上10時多還有一次黃雨 到今天凌晨1時多 才隨下黃雨警告 落足整天雨 引起新界的地方 特別是大埔見到水浸相當厲害 例如大美篤村 山寮村 甚至乎有整輛車衝到河道那裡 很嚴重的情況 今早想仔細說說昨天下雨的情況 特別是大埔區居民 你昨天看到的情況是怎樣 不妨打來談一下 172311 今早請來嘉賓有大埔區區議員 本身也是一位土木及結構工程師 劉智成直播室 早安 劉智成 早安 不如說說你所屬的區 你是船灣即是包哪些位置 我是船灣選區的民選區議員 包括昨天正正發生 受到暴雨影響的大美篤村 龍美村 奴池田村 丁角村 還有汕頭角村 布森牌村 船灣那邊還有11條香村 包括黃魚灘 維夏村 都是我的船區 昨天浸成怎樣 昨天就是重災區 因為我昨天一早都已經出去 四周圍看過受災的情況 亦都跟部門聯絡 叫他們盡快找人來疏渡河道 還有揭開井蓋 來疏渡雨水 昨天幾點開始浸? 浸到多高? 一早八點已經開始浸 有些位置浸到膝蓋 我看到村長、村民 都有WhatsApp的相片給我看 你知道我亦都一個人 我們實在方圓 所覆蓋的面積很廣泛 所以疲於奔寧 亦都連我自己辦事處 對出的位置都水浸 都是要找渠務處的人員 幫忙疏渡河水 因為看到浸的位置 看上日片段 網上流傳的位置 全部進入屋內的露台 看見只是一條河 是的 這次特別一點 就是一些我都去現場看過 有些根本不是在河道 離開河道範圍很近的地方 有些是在比較高的地方 但不知為何雨水量大得 連有些不可想像的地方 他們自己都受浸 以前沒見過浸? 沒見過 這方面我也要跟政府部門 檢討一下 看看那區的雨水量 以及現在最新的水流方向 那個模式是否有改變過 其中大家可能都很心印象 看電視片段也好 有一輛車衝到河道 那裏是山寮河 山寮河 那裏是山寮河 山寮河昨天是否 重災區 比起2012年7月25日 那裏是洪雨 那裏是山寮河 亦是整條河氾濫 引致到有很多村民提起 和我反映 叫我要找部門處理 我亦有同部門 因為2012年7月那次的暴雨 是夾襲了另一個因素 就是山寮河的上游 是有一個六多年的時候 由香港政府做一個集水區 集水區那裏是有一條隧道 是將在山寮河的雨水 引進去船灣淡水湖 作為香港市民食水供應的 其中一個地點 但是當雨量太大的時候 因為它進入的隧道 有一些隔山 那些隔山是用來隔閘樹枝 或者樹葉 有可能因為暴雨 有些樹葉、樹枝、枯枝 會連帶雨水一起沖下來 引致到流去淡水湖的口 有部份塞了 所以它的設計 在集水區的水塘仔 有一個叫overflow 即是可以讓它向下梳渡水量 而這個位置的下游 正正就是丁國村 這條河叫山寮河 也是我們在我區二十二鄉村 最多人口居住的一條鄉村 OK 看到昨天的情況是這樣 直播室嘉賓是大埔區區議員劉志誠 特別說到大埔的情況 我們電話17231 聽眾可以帶來一起談談 聽到大埔的情況是這樣 這時候想請多個嘉賓和我們一起談 就是渠務署總工程師 專門負責土地排水方面 有何耀光在電話旁邊 早安 何耀光 早安 早安 你好 請劉志誠 都以大喜意統來聽聽 工程師先說一下 昨天你們看到渠務署情況如何 有沒有出動很多次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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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說雨量 其實這兩三天天氣都很不穩定 過往那兩天天文台發出了一個紅色暴雨警告 和四個黃色 一紅四黃都相當厲害 大埔區來說 是昨天早上水浸情況 或者暴雨情況最厲害的 昨天早上8點4 就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去到11點半 其實黃色意思 平均雨量 廣泛地區有30個毫米每個小時 但是在大埔區來說 大美北那頭 其實連續兩個小時 都超過70毫米 去到黑雨的水平 就這樣以當區的雨量來看 最高的小時是超過80條 變了那裡的雨量 都很驚人 其實山鳥河 在丁國村旁邊的主要河島 這條一條是天然河島 其實我們都評估過 它那個排水能力 其實都一般 有些不足的 我們在巡山鳥河上 一直這樣看 發覺都有不少雜物 樹枝阻塞 令到它原本排行能力都不足 如果阻塞之後表現更加差 同時的雨量都相當驚人 變成在上游的一些地方 可能河水都在河裡過掛 變成那些水 絕水四位都是 剛才你說過山鳥河的排水能力 都是一般不足 對 本身應付到多少島 本身有沒有這些可以換化 我們看過往的水浸紀錄 其實我們過往 根據我的紀錄 2008年是浸過一次 2012年也是浸過一次 但是那兩次 浸的嚴重程度 那些浸的士告訴我們 你們昨天有否因為山鳥河的情況 特別要出動去幫助 有 說多一點 出了多少人 做些甚麼 其實我們早上一早已經到了 但那時水勢都很大 大雨過後 我們幫忙清理一些 因為有很多樹枝、雜物 阻塞河道 而連續天氣都不穩定 我們幫忙清理河道 清理一些魚塞物 另外就是 那裏有一間屋 在河的旁邊 剛剛河邊 昨天早上大雨衝刷 那它的地基都有點偷弱 我們昨晚應該在幫忙 在做一些臨時加護 如果不是下場大雨來 我們擔心繼續偷食 就會更加地基不穩 但聽村民說 剛才你也說 過去2008年有試過 2012年有試過 村民一直都說 區議員說 一直都想你們搞搞 為何一直都未搞到 你們都明知那裏有不足 其實過往那個不足 不是太多 我們一直都有幫忙 如果它有作實物 我們有幫忙清理 以今年為例 我們3、4月的時候都做過 其實今年的月稅都很多 我們五、六、七月 我們都有幫忙清理一些障礙物 如果它有些樹枝或阻塞 沖到河裡 另外就是我們在大埔區 做一個雨水整體排放計劃的檢討 將整個大埔區的排水系統 檢視一次 看看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如果我們發現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會拿出來研究 制定鐵長遠方案 山鳥河本身 我們已經認定了出來 我們想著需要改善 我們現在在想著有什麼改善方案 可以制定 這個時候想問問 劉智誠議員 你怎麼看 也感謝何曉光總攻擊司 你好 劉議員 你好 但是我覺得 其實2012年7月發生的水浸 其實我已經是當區的議員 我有跟各個部門提出 因為每一次 即是說這麼大雨 是帶了一些沙和石和一些 起碼成尺至兩尺的大石 衝了到河底 模型中 山鳥河其實以前沒有這麼大型的 河水泛冷的情況出現 因為它以前的排空能力 比現在好 例如有部分地方可能是15呎的深度 河床的深度 現在可能只有10呎 為甚麼 就因為已經沖了很多沙石 由上游沖了很多沙石 經連積累 經連積累 對 我有要求部門去清理 挖深的河床 但是有部門說 因為這條河是一條天然河 是受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監管 他們不敢去收拾石 其實這件事正正我在這裡推斷 如果我現在再呼籲政府部門 真的要做些事情來改善山鳥河 其實不止山鳥河 是我區有七八條河 都一樣面對這樣的情況 你們一定要去清理河道 因為河本身原先排空能力 現在減弱了 減低了 可能剩下一半的時候 所以當有大雨水的時候 那河本身無法承受 所以那些洪水向兩邊民居的家裡 沖下去 我是要求他挖深的河床 明白 政府不去做 無形中是向市民居民受苦 就是面對這些損失 我請問何耀光 你又怎樣看 河床比之前淺了 所以排用能力本身也一般 現在更差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我相信都會有少少 其實現在我們正在想 有甚麼可以改善的方法 那裏是一條天然河道 其實都有生態價值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想 究竟可否平衡兩邊 有甚麼方法可以做到 又不是太影響生態 而又可以減低防洪的風險 如果這樣聽 村民一定會很擔心 因為現在氣象專家 經常都說極端天氣 只會越來越多 現在才是七月 現在還在研究怎樣搞 都未知怎樣搞 搞得來又要再有時間 現在住在那裏都真的擔驚受怕 會不會 如果它現河道又是障礙物 我們會找同事即時清理 但你說過往也有清開 但你清了那裏都未解決問題 是核心 始終都還在 但這個其實我們至少 不要等情況惡化 我想問阿劉志成 清河道積住的樹枝 你會見到怎樣的 每次下大雨 都會帶到樹枝和樹葉下來 這是事實 平時它沒有處清成怎樣 平時它是有清 但它不是把河道滑深 它只是把表面有些樹葉 樹枝或者一些雜物清走 這是我承認的 剛才何耀光也提及過 其實有一個叫大埔沙田及西貢 雨水排放整體的研究 預計原本是否想著 今年就可以完成 這個有沒有延遇到 何時可以令整個當區居民都放心 這個進度是怎樣 這個我們現在是明年初 明年初 因為我看文件就是2017年完成 當初用了2200萬 是 其實我補充一點 2012年已經開始做這個研究 當時 區武處說2015年做起 2015年我最追問的報告 他說2016、2017年 現在何先生說2018年 其實我對這個期望也不太大 其實歸根究底問題已經見到 你再研究的意思 其實不是叫研究 而是怎樣針對那條河 現在兩邊因為民居密集的時候 應該要劃心河床 鞏固河堤 亦做一些防洪堤 來防止萬一雨水量大 有防洪堤 那些居民真的安心 受過水浸影響是有陰影的 每次下大雨都害怕的 行不行呢 何耀光做不做這些 還是要經過研究才能做 這個我們會詳細 我們會研究 但有沒有短期措施 剛才聽過的都好像要花點工夫 花點時間去鋪排 你們都未必今年見到 或者可能到明年 不知道後年有沒有 這個我們都會同時在想 譬如河的兩岸 是鞏固的河堤 或者加高一點 這個我們會同步在想 看看可否有些短期措施 可以做 這些地方 除了劃心河道 還有甚麼方法 譬如市區經常見 現在有想的速紅池 這些有可想的 何耀光 其實正正在這裏 我們都在想 有沒有方法 是將上游的水 將它部分 就是不經濟山鳥河 帶去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正正在我們 在考慮 是否可行 因為其實山鳥河 你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做大規模的改善 因為山鳥河隔離兩邊 都有些屋 都可能會影響 變成我們在考慮不同的方案 如果我們可以在上游 將部分的水帶走 減低山鳥河截的負荷 便會幫助山鳥河 沒有那麼容易水浸 劉志成想補充 看過去二十多三十年 在那區 其實1966年都發生過 在船灣大範圍的水浸 因為當時 對外面的船灣海的潮漲也很高 所以政府在1966年之後 花了數億元 來做一個地下的速洪池 沿著洞子路 速洪池 其實我也想問 一會兒 或者何先生 補不補充到 就是昨天這麼大雨 你那個速洪池 有沒有開啟動 即是說將我們船灣的盆地 那些雨水收集在那個速洪池裡 然後慢慢才排走 除了這個大範圍水浸發生之後 政府真的立行來做一些改善工程 另外就是沙布仔 沙布仔應該是2001年 2000年的時候發生水浸 洪水也沖走 有一個居民致死 所以一有這些事件發生 政府立即去鞏固河堤 我也不想在我的區 山寮河或者大美督 或者水浸黑點 發生人命意外的時候 政府才去做後知後覺 我也不想見到 回應徐公開 速洪池有沒有開啟動 其實我們在3、4年前 在大寶船灣那裡 鄧洞子道那裡 有一個防洪計劃 改善工程是完成的 速洪是其中一部份 另外我們做了一些大型排水系統 昨天的暴雨在那區 我們收不到水浸報告 我們有釋放的啟動 相信那裡發揮了作用 對 發揮了作用 那邊這樣 這邊有沒有位置搞 如果想在山寮河附近 沒有位置搞 它要因地勢 真是詳細考慮 最主要也要有地 最後還想問一個問題 在你們渠武署的資料 就是你們有一個 叫洪水警告的響號系統 在什麼情況下用 昨天的算不算應用範圍 還是怎樣 其實有一些特別容易針的地方 譬如它可能真的很低 我們那裡影響的互數也未必多 我們又未即時提供到防洪解決方法 我們就會在那裡的河島 裝一些警報系統 當水位去到那些下高 就發出警告向當地的居民 讓他們有所防範 有所警惕 在哪區裡有裝? 昨天那些有沒有啟動到? 譬如新界的石戶圍 最主要是河水位 昨天的大雨最主要是西貢大埔區 譬如石戶圍去到新田 即元朗區 其實昨天元朗區不是很大雨 好 多謝你何耀光和你談到 多謝你的回應和你談到 何耀光是渠務處總工程師 專門負責做土地排水方面 直播室還有嘉賓劉志成 就是大埔區議員 聽到渠務處的說法 似乎還要研究一下 你怎麼看 我不希望他們花太多時間去研究 即是做研究 針對現在所發生的問題 其實可以很快去立行 做一些設計改善 我自己本身是專業工程師 我覺得是有辦法去改善 去減低洪水所帶來的災害 對居民的心理壓力 這是正正新一屆政府 我希望作為有擔當的政府 不能視而不見推卸責任 各位聽眾都可以打來談談 172311 172311 如果你是大埔區居民 昨天看到的情況是怎樣 當然可以打來談談 就算不是大埔區居民 聽到現在山寮河有什麼情況 你覺得應該怎樣處理 不妨打來講講你的看法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 我們今早說的是 昨天三度黃雨之下 見到大埔水浸情況相當嚴重 剛才特別談到山寮河的情況 見到有些車 整輛七人車都衝到河道 另外富人居民都大受影響 接過7請來嘉賓 有大埔區區議員 劉志成就是當區區議員 我們電話172311 還可以打來談談 另外剛才聽過渠務署代表 說回那裡的情況 都覺得山寮河的排控能力 的確有所不足 但可以做些什麼 大家有什麼看法 不妨打來談談 有方小姐打上來 早晨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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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丁國道一屆村屋 昨天其實那個雨 我之前已經講過 關於河道前後的 其實因為現在的丁國村 有一個沙灘就會遲些起 其實我恐怕這裏的工程 都可能會一直都會令到 那個水浸的問題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影響 我自己這樣看 對,丁國路的問題 實在在這麼多年 我住在那裡都沒見過 昨天發生了什麼 我就這樣看 因為我眼看著我的鄰居 他們浸了車,浸了屋 浸了多高 說多一點昨天的情況 浸了很厲害 浸了多高 浸了幾乎 車差不多浸了一半 很慘 那水有沒有進入屋 但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我看電視 已經是黃雨 應該不是很大雨 我自己這樣想 於是,我也無能為力 無能為力之後 昨天晚上我看天氣報告 我發現天文氣象的體驗 原來我們這邊一帶 其實那個雨量是降得很厲害 值得黑雨 除了紫色等等 看降雨量 我就覺得這件事 我想天文台再重新去檢視一下 它的通報系統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對面浸了家人 他們是早出晚歸工作的 其實他們就是黃雨 自然也不太大雨 就走了 但其實我們落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其實他們沒有了這個警覺 沒有了這個警覺性 我自己也覺得沒有理由 我說黃雨也沒理由這麼大雨 就是我自己心裏 我打風落雨 有時黑雨、紅雨都不是這樣的 我自己心裏都很懷疑 於是昨天晚上給我看電視的天氣報告 我就覺得必須要再一次 再重新檢視分區的黃、紅、黑雨 其實現在好像最近 有一個局部地區的大雨警告 也有這件事出的 但因為大雨警告是沒有用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用大雨警告 就是回到最原先 你沒有了紅、黑、黃的感覺 即是想說清楚一點 我自己做市民很簡單 為什麼會這樣 整條路都好像一條河一樣 明白 方小姐以前希望做暴雨的警告 可以讓地區更細更清楚 給市民 多謝方小姐 另外還有下一位 想請多個嘉賓和你聊 還有山寮村村村長 梁北強在電話旁邊 早安 梁北強 早晨,你好 你好,多謝你們幫我們 直播室有劉志成在 多謝,多謝博士 說說昨天你見的情況如何 昨天的情況,魚都是很大的 今天來說,都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的問題,水務處和規格署的問題 為什麼 如果他們有做到事 我們村民沒有那麼慘痛 現在我講起,我已經心傷了 我想多說一些昨天的情況 昨天那些村民的雨水應該已經退了 清理程點 現在已經退了 那會不會整個屋都是黃黎那些 那些村民是否整個屋都黃黎 後來怎樣清理 那些村民在樓下都浸到過了膝頭水 入屋嗎 入屋 入屋 那村民怎麼辦 村民怎麼辦 我也沒辦法 我連幾年來都幫他們 這些情形 可以想像現在都未必整理好 如果是整個屋黃黎那些 很大的工程 他們起碼都要過幾星期入屋 他們就很辛苦 剛才你說如果是渠務處 或者規格署做好些 就可以避免 過往你們一直都有反應 我們有反應 我和博士都反應很多次 所以為什麼那間水務處住呢 水務處從來沒有清過他們的水壩 上面有個水壩去潭水壺 唯一 第二就是 以前那些石板柱 那些一閘閘的垃圾 就沒有那麼密的 它現在換了那些 不知道什麼的 瘋迷那些 就差不多就是 現在三格 以前就兩格 你看它密了 密了那些樹枝 那些塌子 塞了 那些水過不了淡水壺 密好還是疏好呢 其實這裡 會不會密一點 又可以令水乾淨一點 另一方面又 但又容易一點塞 這些來講 我來做市民 不知道你那麼多 影響來講就是這樣 情形 如果說那些 普通那些樹枝 那些樹枝 都衝進去 你樹枝那些 都不是髒的 那些東西 是不是 你可以去潭水壺 水務處 你會派人打牢 清潔 清那些地方 這個水壩沒有清過的 我們走去說它 它又 走來 找人 撈兩下就算了 那天底 從來沒有清過 OK 多謝梁北強 跟你談到 這裡先 就是山寮村的村長 我想問一問 劉志成 他說密了那些 其實是好還是不好 密了 密了即是說 架得樹葉樹枝 效果好的時候 即是說 無形中阻止水流去淡水壺 那些時候 更多大量的雨水就會在流浪 即是說 在另一邊 來讓它流走 流到下面的下游 無形中 即是說 經過鄉村的部分 那個雨水量 更加大 但如果篩得好些 會不會令少些東西 積落河床底 其實船灣淡水壺這麼大 真的很大 船灣淡水壺的溶水量 那你少量的樹枝 其實它清得多些 或者它們在另外一邊 再有一個隔樹枝的系統 或者可能會更加好些 因為淡水壺有人看著 反而這個雜水區 可能未必經常有人看到 村長剛才也說 那個地方是其中一個原因 即是說雨水 為何近年更多了很多 村長就說 不見有渠務署的人稱 你見又怎樣 其實渠務署 因為它去很多不同的點 未必是去到雜水區 因為那個雜水區 水務署的管律範圍 應該是 要鎖了的 你要有鎖匙才能進去 OK 好 多謝村長 另外還有陳先生 先聽聽陳先生 早晨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早晨 請說 我本來是教書的 這個河流其實都在我立場上 其實挺好一個例子 給人看 就是給學生好看的 從中呢 我之前來過這個地方 它想說去中右那段範圍 其實是有一大片地 是剩下了植物 是有鎖匪 有來的 嗯 坦白說 我剛才都剛剛經過 特地去看看 其實它有部分的渠墓 其實基本上是完全失大 就是給一些沖下來的沙石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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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現在還在塞 是的 現在還在塞 現在還在塞 其實它有一條小路 應該是走上去上面 中右的位置 其實是封住了 嗯 就是早前上次去的 去過 是封住了的 那麼 本身的河道 剛剛在 處 就是那個 那條村的 就是 上游少少的那段位 其實今次的洪水 都基本上 已經變了樣子 因為之前這個位 其實很多人來這裡是拍照的 嗯 就拍那些 昆蟲仔 啊 啊 他們拍很多的 那 但是 今次洪水 基本上就把那個 面目 完全改變了 嗯 沒有那些 在塞植物在這裡 其實是 是清乾淨了 濕掘了很多 但是呢 也都回應回 剛才你其中的嘉賓 大埔區議員 各位 劉先生 劉先生 是劉先生 那的確是 那個雜水 就是收雜水 調配蓋那裏 那裏 其實就真的有很多 有植物是 遮蓋了它 但是那些植物 就不是樹枝 是一棵棵大樹 嗯 是有幾棵樹 在裡面 是藉著的 OK OK 好 今天先曬你 陳先生 好 最後想請劉智誠 簡單總結一下 覺得應該怎樣解決 是否輕密一點就可以 長大工程搞 簡單來說 其實我剛才也有提過 都希望藉著昨天所發生的 我們那個災區那裏 水浸情況 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 由林鄭月娥女士 擔任行政委員官 她都說 希望新一屆有擔當的政府 希望她也有說過 特區政府有錢 希望部門能夠直接來處理 我們這次水浸的一些改善工程 不能夠視而不見 希望造福我們區居民 來減低他們的損失和憂慮 謝謝你 我們剛才的嘉賓由大埔區區 原本也是一位 土木及結構工程師的劉智誠 謝謝你和你聊天 謝謝 港台電視三十一 新聞、時事、資訊 多角度、全視野 以幾十眼光透視天下 緊貼時代步伐 看真、看穿種種社會現象 聆聽議會內外不同聲音 在荒謬時代用笑看波西局矛盾 香港人關心的議題 港台電視三十一 全面看、看全局 今天星期三 待會立法會有財委會的開會 今天有四節會議 一共八小時 現在調議程後 有八項議程等 第一項就是大家關注到 就是36億元的教育新資源撥款 但剛剛遇上有所謂DQ事件 四個立法會議員被裁定 失去了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因為宣誓的風波 現在看到五、星期六 裁委會會議都有影響到 現在只剩下這次會議 究竟往後民主派的處理策略會是怎樣 他們昨晚開了會 具體情況如何 請來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陶謹申 在電話旁邊 早安陶謹申 早安 可以說開會的情況如何 你們有沒有具體或一致的想法 我只可以說 多數的同事有一個共識 雖然現在政府主動去申請 主動去促使人大釋法 硬很粗暴地改寫選舉的結果 扭轉了市民的選擇 這是很嚴重的 所以除非政府去表達它 會用了一切方法 來改變現在的狀況 否則的話 民主派的同事很難 就說正常跟政府有一個關係 或者是全部當沒有發生過一樣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社會 對這個教育的撥款 就有高度期望 加上很多這個撥款的內容 其實是教育界的代表 葉建源議員 以及另外我們一些民主派同事 都是爭取回來的 所以我們今早 會審議這個撥款項目 會審議這個撥款項目 我意思是 因為事實上 就算撇開政治的問題 我們有很多同事 都事實上 對這個撥款項目 而是排除了那些學生 可以選擇八大院校 一定要選擇八大以外 其實他們有很多同事 都是很強烈的意見 我意思是 就算沒有DQ4 這個取消戰資格 其實民主派的同事 都很多對政策問題有意見 所以在審議的時候 我們都會如此 是比較強烈的表達 那你預計是否 其實八小時會 只夠談一行議程 由於你本身 這個教育新資源的撥款 都有爭議性 剛才你說到 都要用了八小時 本身 我們不敢預計 因為審議是一個程序 我們當然同事會發現 另外其他同事都可能會發現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預計 不過我們只是願意審議這個項目 只是願意審議這個項目 明白 現在你說會上昨天大部份議員 有這個想法 是否表示有一部份議員 是不同意你剛才說的這個做法 是的 確實是的 不過那些同事可能都會理解和尊重 但是至於他怎樣做 就未必一樣的 但是始終我都說 因為民主派同事我們盡量希望 可以拿到一個 或者至少是絕大部份的同事的共識 我們就拿到一個共識 就宣佈了 大家會按照這件事來做 但是如果你說個別有同事 我們都明白他的意見都很強烈 但是他們都會尊重我們 也不會批評我們或攻擊我們 一看報紙 今天有一些報章引述 昨天有份開會的人 就形容昨天你們這個民主派會議 是有火花的 是不是都是 都爭辯了 好幾年 怎麼處理呢 那我想有火花都很正常的 因為你現在那麽大件事 還有你去取消一些同事的議員資格 那真的不是一個普通的事情 還有你最慘的 你促使人大釋法 你是去追溯以前的行為 那那個法律原則 都是會很大影響的 不是說只是幾個議員 是 而是你影響香港以後 任何一個市民的民事行為 如果往後人大釋法 穿透了基本法 去到一些普通的法律 就說某一個你的行為是無效的 那可能你影響很大效果的 可能你要退回幾百億給某一個人 可能你要本來有賠償的 有些東西變成沒有賠償 那你變成那個法律的不可預測性很高 那法治也都受到影響 剛才你提過大部份議員都願意審議 教育撥款這一項 但我想問一下如果遇到財委會的運作 如果有譬如假設有三數個議員是很強烈不滿的 他們的程序上在財委會有多大空間給他們抓捕 會不會三數人都可以抓捕整個會議 我就不想去評論 他會有人做什麼 或者會不會做 當然有些同事可能他有講過一下 但是因為我們不可以將人家想做的事 或者策略、部署說出來 原則上財委會會抓捕是否容易 如果在程序上 就是某些人不斷發言 當然你任何一個議員都有他的權利 沒有人可以阻止他行使他的議事規則的權利 舉個例子譬如他動議休會 他動議休會 那就要辯論是否休會 因為有一個議員是這樣做 但當然多不多人去發言 或者去拉長的程序 這就會令到你抓得多久 但剛才你說大部份人都願意審議 教育這個撥款 這個剛才說得很清楚 是的 我說了一下 另外我想問 例如你自己或民主黨 如何看待這次的教育撥款 剛才你也提及過 有關八大自資課程 這次政府提及方案 不包在三萬元的津貼那裡 你們本身這一點 是不是你們執著於 你會否都支持這個教育撥款 你自己 我們很希望政府真的放寬 因為這個放寬不是為了八大院校 而是為了一些同學 他的選擇 可以多些選擇 如果他真的想選擇 八大院校裏面的課程 你為何一定要不讓他選擇 這個比較奇怪 另一步 退一萬步 你如果教育政策很重要的 你是要不容許 透過這個撥款 不容許八大 來繼續搞課試 我舉例 那你是不是應該有一個 比較長的諮詢和辯論 而不能夠透過說 我用這個三萬元 還會跟他做出的 你會把這個議員交給他 這種議員交給他 你會把這個議員交給他 你會做出的 然後 我覺得這個議員交給他 你就不能在這個時間 在將政策的土壘壓縮 透過撥款就變相造成既定事實 但這一點的質疑會不會令你 構成可能要投反對票 對於這次的撥款 還是由於另一邊就很趕急 因為開學很多人都等著那筆 我想我們要看看政府的回應 譬如說如果他還有十幾億 他這次撥這個都寫了一個 paper 他如果改 paper 增加那個闊度就可以了 如果他不願意改 paper 他另外那十幾億 他可以說我願意認真考慮的 又不同 沒有plan B 說了 plan B 意思是36億的plan B 如果他另外那十幾億 是沒有共識怎麼做的 他還會說要找到諮詢的 要找到意見的 如果你在現在開始 將那十幾億的意見考慮 當然那個撥款能否趕得及 都可能有些困難 因為那裏是另外的 但起碼你願意考慮的話 可能他可以追溯到 例如今次的總得 即是你報了一些 不安道理又沒有多到錢 都是這麼多人考到三三二二 總支出應該 關鍵可不可以改 他寫 paper 那裏 但始終你有三萬 就沒有三萬 你不能說 那你不要緊 你沒有三萬 你照報八大 即是你已經限制了別人 你知道很多是因為資源緊絕的 那才要你那三萬 明白 多謝陶謹申和你先談到這裏 麻煩你 陶謹申是民主派會議的趙雜忍 九分鐘之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 繼續有千禧年代 待會再談